今集我們的主題是馬力和扭力 每一個車迷對於這兩名車都好像很熟悉 但又好像很多問題 譬如說扭力和馬力的分別是什麼 哪些東西比較重要 柴油車、汽油車和馬達為何會不同 又或者有什麼辦法可以整大一點 不用急 我們慢慢來講 如果要講扭力就要由力開始 力是一個物理學上最基礎的量 我們要改變一些物體形狀 或者改變一些物體的速度就需要力 所以有些古老的物理學書就說 在沒有力的作用之下 一個物體動者行動、靜者行靜 即是說如果沒有力的話 它不動的時候就不動的 如果它一直在動的話 你沒有力給它的話 它就會繼續動 因為力是會改變移動中的物體的速度和方向 如果沒有的就繼續這樣行 但是在我們現實之中 很多時候有些誤會 我們覺得要推一件東西 很穩定地走是需要力 為什麼呢 因為地球裏面到處有阻力 有空氣阻力 地面因為賣入引力引起的摩擦力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要保持一件東西 用一個均速移動 我們需要力 但在太空就不需要 這件事就是令到我們學習力 經常都有困難 我們先不要說深的物理學 我們說回我們車迷最關心的 我們經常打開車輸或者Cator 看到有一個aspect 叫做扭力 扭力和力有什麼不同呢 剛才我們說力是可以改變 一個運動速度或者方向 如果我們施加一個直的力 去推一件東西 那就是直行 如果我想說的東西是轉 那我們就需要施加一個旋轉的力 譬如說我們領鵝絲 或者我們開雪櫃門 我們要到門繞著一個原心 轉動的 所以我們給它那個力 也是一個轉動的力 汽車裏面我們經常都說扭力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引擎發出來的動力 是一個旋轉的方式 這樣輸出的 這個圓形的運動 經過一輪的傳動系統之後 去到車輪 車輪本身是圓形的 我們就交給一個圓形的車輪去走 圓形的車輪一走 就變回直線 也是我們想得到的最終目的 直線的力 就會令到直線加速 力越大 加速越快 力的單位就是牛頓 如果我們要一件東西轉 那又怎樣呢 如果我想這把間斜轉 我有個固定的轉軸 我施以一個力 就比較有趣 因為我們知道 它轉動的勢頭 跟我給力的大小當然有關 還有就是跟我施以力的位置都有關 我們形容一個轉動的力 就不單是形容力的大小 還要形容力的支點和施力點的距離 這個叫做力臂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 扭力的規格是牛頓米 就是因為有一個力 牛頓再乘一個長度 米 這個就是你在汽車規格裡面 看到扭力的單位 來到這裡 不知道網友有沒有問題 因為基本的概念 其實是越難解釋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 我嘗試用文字去作答 講完扭力之後 就講大家更加關心的 就是馬力 為什麼馬力和扭力令人混淆呢 因為它有一個力字在 大家有一個力字 其實馬力不是一個力 馬力正確的名字是power 是功率 顧名思義 就是形容一個機器 去做工作做得有多快 所以叫功率 什麼叫功率 大家經常都看的那些港產片 什麼黃飛鴻、越問那些 你看到很多碼頭的苦力 或者菇梨 那些都很大力的 可以搬起一包米 可能一百斤 你有這麼大力 但是老闆不會出糧給你 因為你沒有幫他做事 但是如果你把一包米 從船上搬上去碼頭 進貨倉 完成了一個工作 你就做了工 那算錢 就是算你做了多少 如果有一個人 一個小時可以搬到十包 另外一個人 一個小時可以搬到二十包 你說哪個人做事的能力強一點 當然是第二個 他的功率 他的power 就高一點 這個就是功率的基本意義 可想而知 一個機器 我們要形容他做事有多厲害 他的功率 他的power有多好 其實應該包括力量和速度 對於一部引擎來說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他的輸出的力量 和輸出的速度 兩樣東西 就是他的功率 他輸出的力量是什麼 曲軸是圓形地轉的 所以輸出的力量 就是一個扭動的力量 是一個扭力 再成他的速度 在馬力計算裡面 速度是用角速度來計算的 當然不是用360度的角速度 是用radiance來計算的 這是數學的問題 我們不要說得那麼複雜 我們現在是講車經 大家最有興趣的 就會問 我們經常看這些規模 就會看到hp 或者brakehp 或者看到德國車寫著ps 有時寫著din 有些說nethp 有些說grosshp 很複雜 究竟是怎樣分呢 其實真的要分呢 還有很多 譬如在實驗室裡面的 indication power等等 我們不要說得太複雜 我們先講最常見的 工業革命開始之後 各種形式的動力機械都出現 於是乎就要比較一下 不同的動力機械 究竟誰比較厲害 誰做事能力強一點 未有動力機械之前 那些人都是靠一些畜生 馬牛去幫忙做事 大家有這個概念 就是一隻馬可以幫到我做了多少 英國人做的實驗 就是一分鐘可以把3300磅的東西 拉起一尺 這就是一匹馬的能力 德國人也有做機器 德國人也嘗試去做一個差不多的實驗 但是它當然會用回自己常用的工制單位 米、公斤 所以德國定義一匹馬力 就是一秒鐘能夠把75公斤的東西 升起一米 由於兩樣單位始終是差一點 去到20世紀 大家坐下談一談一些統一單位 就將power、動力這個單位 就定為瓦特 它就包含了力量和速度 如果用英國人的方法去試 試到一匹馬力 大約是745.7瓦特 德國人做出來的一個PS 就等於735.1瓦特 你會發覺是相差很少的 除了HP和PS之外 大家常常會看到其他東西 譬如BHP、brake horsepower 為何無緣無故多了一個brake 因為後來人們去試一部機器 試一部引擎也好、發電機也好 都是將它放進一部機器裏面 然後用一個brake 去跟它鬥力 去制停它 看看最大的扭力 和最高的功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量度方法 用braking的方法 得出來的數字 我們就叫做brake horsepower 還有時會看到什麼brake horsepower 和brake horsepower之類的東西 這是在於你去試這部引擎 究竟你連帶引擎的周邊系統 是有多少 譬如有些我把鎖拆掉的 想看看這個機器 在沒有任何弱制的情況下 得到最大多少馬力呢 那些就叫brake horsepower 有些就是我該裝的裝回 死氣喉那些風格 我裝回它 得出來的數字會比較小 它就是brake horsepower 這些都是在實驗室裏面 將引擎拆掉出來 放在測試桌上 測試的 還有一個規格 你見到是DIN DIN是德國人去量一部機器的方法 德國人去量一部機器 它就會把這部機器放在車裏面 該裝的東西 水泵油泵 什麼東西裝上去 然後才量 所以量出來 那個數值是比較均真 我舉個例子 你找一隻牛和一隻馬去拔河 誰贏呢 多數是牛贏 但是你找一隻馬和一隻牛去拉車 你猜誰跑贏呢 就是馬跑贏 所以你可以將這東西 對應回一個引擎 或者一部車 一個扭力很好的車 它是可以幫你加速的 尤其是當你的車很慢靜止的時候 加速 根本上就是扭力和你的重量的對抗 扭力大 加速自然快 但是當你的車跑快了之後 車應付的就是封鎖 主要是封鎖 我們說馬力大 就是等於你的速度高的情況之下 仍然有相當大的扭力 兩樣東西乘埋馬力就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的車要快 極速要高 那就一定是馬力的 簡單來說 扭力真的去推動車的力量 而馬力就是扭力和速度 兩樣東西乘埋的結果 馬力大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很高速的情況之下 還有相當大的扭力 就是大馬力 這一集我們講了一些基本的概念 下一集會講一些大家更加有興趣的 比如說 汽油引擎 柴油引擎 和電動車馬達 它們的動力特性 有什麼不同呢 又或者我們想整快些 那我們應該是搞扭力 還是去搞馬力呢 是怎樣搞呢 下一集跟你講